一樣是天宿的 您用一輸功七八八 騙我一輪 他就天堂了 陳黃幫我們處理的時候 是沒有意思的 這整個很暴動 三四個男的女兒 抓不住他很傷心 很累 抓不住就是抓不住 現場一片混亂 他究竟發生什麼事 外表清秀亮麗的漂亮女生 一進到廟裡就完全失控 又吼又叫的 彷彿是另一個他 我一看著那個女兒的女兒 那女兒看來我眼神隨便不一樣 那你在地心環靈之庭 我就覺得怪怪 我到達成王爺一輪 他就丟起來了 我一分都倒 丟臉起臉 我向丟臉出來 丟臉起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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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陳黃下來的時候 我人在旁邊 然後就是開始不受控制 然後那時候腳會一直凹 那要是小鞋子無情 那一萬元不可以不聽他 膽子可真大 正敢在陳黃爺面前撒野 就是他說不聽他 原本是王爺要跟他溝通 跟他無愛 所以他算是無味 他不是無味 他盡量不要去擋棄 他不然就丟臉 他不然就丟臉 虧野掌惡靈 就在準備處理的當下 不對,旁邊有狀況 他不能說話 他不能說話 是兩、三人丟起來 結果現場不是一個人 腳到的 他妹妹對著也丟起來 怎麼回事 一家人都被好兄弟糾纏嗎 陳黃也給了一個驚悚的答案 這間家就不會住人 這肯定是陰陽 這跟納北叔有一個通道 常常有東西在那裡徘徊 在那裡徘徊 他剛才住在這裡 他陰陽交界出 有敏感體質的姐姐 突然間 恍然大悟 在家裡的時候 就是五人在房間裡面 然後蠻常會有 客廳到客廳 或者是廚房 會有人在翻箱道 會有走來走去的聲音 信眾郭小姐說 她體質特殊 不是突然間 沒了自己的意識 就是大小車禍不斷 更誇張的是 身體常常不聽使喚 做出傷人舉動 啊